全都是新出生的僵尸呀 不过中路从五大恶人变成了七大恶人 那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呢 算了 你们不需要看得太清楚 开局给了我们两个爆米花 这还没通关就开始傻花了 不过这玩意儿啊 是新出的植物叫做彩虹塔 除了有原有的肖肖乐效果以外 还兴成了七种效果 总之你就对着僵尸放就行了 我却开局这么富裕吗 哎呦流星雨来了 咱们把搬运工全部搞定 好可以说是非常富裕啊 兄弟们 来咱们有个小樱桃的话 哎呦这个才是搬运工兄弟们 现在咱们这输出 除了三路的其他二人 其他僵尸都不是我们的对手吧 催眠师把咱们阴塔给催眠了啊 但是正好可以喂鲨鱼 哎漂亮 现在咱们拿到植物之后就要在三路放了啊 毕竟三路才是最强的一路 哎漂亮 西瓜他妈的直接就来了 那咱们把搬运工的罐子砸一下呗 这里出了个巨人僵尸 完全不黄属了吧 好 咱们继续布局三路 三路必须得有一个好的阵容 才能去打其他二人 这玩意放到前面还可以挡一下也不错啊 现在咱们把五路给打完吧 现在咱们有西瓜他猫的啊 招财他猫的 还有花盆他猫的 呃 现在就让砸出巨人僵尸我们也不怕 更何况还有一个五啊 可惜没有召唤出小弟兄的吧 来咱们把三路没用的植物就给换一换 漂亮 这个地色大嘴花 哎呦 又来了一个僵尸万丈 三路越来越强了 兄弟们 来咱们接着打其他路 然后再来接着布局三路 这个铝蒲坚果和猪没用 让搬运工把它搬走 哎 我懒得惨兄弟们 直接把他们放到最没用的地方 让他们自生自灭去玩啊 好 我拿了盒子之后呢 检查了一下三路 我发现三鲜玉米根本不配啊 咱们重新变一个 好 第一次的羊头它也不配啊 来咱们再变一个 怎么越来越不配了 说实话 现在我这个队容 我是不太确定能不能打过三路的 不过好在呢 咱们还有其他将来可以刷 好 三路再放一个 咱们还有两个罐子可以砸 怎么 这个位置和草植物犯冲啊 来再变一个 哇 这玩意可以 这玩意可以稳定 拉一个巨人僵尸下水啊 漂亮 三路越来越强了 兄弟们 咱们把最后一个鲨鱼给干掉 还有最后一个催眠尸 OK 干掉这两个僵尸之后 咱们就要直接面对 其他恶人了 兄弟们 来 现在这个盒子呢 咱们先不放 先拿一下 能让巨人砸一下 就不算亏 你看啊 好 又砸一下 不过这个坚果 就有点麻烦 是因为 后面有个车 就套路不了巨人 不过好像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已经够了 兄弟们 更何况打死巨人 咱们还能拿到盒子呢 还有咱们有僵尸豌豆 是吧 可以产生小僵尸 好漂亮 又来一个盒子 那又垫一下 哎呀 这个雷 来得太好了 兄弟们 那现在对面都没车了 他拿什么好玩 来 咱们三路就某某放呗 看来今天咱们第一次大嘴花啊 都吃不上巨人了 兄弟们 哎 要丢小鬼了 吃个小鬼也不错 来 哇 这就是卡雷嘛 注意哦 咱们小鬼被第一次大嘴花给吃了 但是雷也被踩了 这是新特性啊 兄弟们 哎 这是将大军逆转吧 不是 直接就拿下了 这一关 感觉七大人比五大人更简单啊 什么情况 好的 拿下